传送与接受档案 IPTACS除了可以传文字讯息跟图片讯息之外 也可以直接把档案传送给对方 不管是在单一的对话模式之下 或者是群组的对话模式之下 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在档案这边找到新增档案 接着去点选我们所要传送给对方的档案 按下开启 那我们就会看这个右边这边 我们就会看到它出现了这一笔记录 我们在哪一个字要夹的这个档案 要把它传出去 那如果我们还有第二个档案呢 我们可以再去选择一次 那再传一次 这边就会出现第二个 那所有的档案都选好了之后呢 我们按下传送 那么档案就会被传送出去了 那如果我们是接收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所谓看到的画面就是在我们的电脑画面上 会跳出这一个所谓的档案接收的这个管理器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哪一个成员 哪一个同学传东西来给我们 它传的档案的名称是什么 档案的大小有多少 那我们是不是要接收 或者是它传了五个 可是我只要它其中的两个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勾选的方式 去做一个确认或者取消 那下面这里呢 我们会看得到的是 这些档案我们要存到哪个地方去 那当然我们可以一开始 去做一个存档预设路径的一个修改 或者是说呢 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调整都可以 那假设我们就是要把它存在我们的加目录 我们就不用再去动它 那我们只要一按下接收 那这两个档案呢 就会被我们收下来 那我们可以来这个 加目录里面 这两个档案就是我们刚刚接收下来的档案 就会出现在加目录里头了